金华古城雾州是浙中重镇 浙江中部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是浙江省铁路公路重要交通枢纽 1995年2月18号 农历正月18 人们还冒着萌萌细雨 在观赏元宵灯会 沉浸在五龙灯的余幸之中 凌晨0点47分 金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江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报告 市区江南新区南院新村东31栋 二单元401时五人被杀 五人被杀 不但在金华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案件 就是在浙江省范围内 也是罕见的特大案件 据了解 这起案件是近年来 全省继千岛湖案件以后的第二大案件 接到报案以后 市公安局局长金文许副局长王晓明 江南公安分局局长魏文权 率领行政技术干警迅速赶往现场展开了侦查 审公安厅四处副处长蒋庆明也率领行政干警连夜赶赴金华指导破案 由于案发地位于金华市江南公安分局辖区 江南分局是一九九五年远月一日新成立的干警 人数少 为了便于工作 市局决定成立专案指挥部 由市公安局王晓明副局长任总指挥 江南分局江北分局金华县局的领导为副指挥 统一指挥案件的侦查工作 一个由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一百余名干警组成的专案组 在指挥部的领导下迅速的开展现场勘察 现场访问等工作 现场位于江南新区南院新村东三十一栋二单元四零一室 为两室一厅 五具尸体分别位于两间卧室的床上和地上 头颈胸手臂部均留有十多处的刺创刺痕 四名被害人被捆绑堵嘴 两名女被害人颈部被电饭锅的电源线给勒住 三名女被害人下山落露均遭强奸 两名男被害人死于血气凶 三名女被害人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为2月17号22点左右 现场内写字台抽屉被拉开 翻动较大 大一柜门呈开启状态 被害人身上的金手势避避击等被劫 案犯作案以后 用泼水和擦磨手段对现场进行了破坏 警察 东三市一栋二单元401市房主是永康人徐正安 目前住在该房的是胡献琴 他以徐的女儿徐爱群的名义住在此地 五名死者分别是 胡献琴女23岁 永康市唐仙镇人 和徐系亲戚关系 二杜卫东 男29岁 金华市电梯厂留职停薪人员 和胡献琴起聘局关系 三陈伟 男29岁 金华县防疫站留职停薪人员 四金玉琼女24岁 金华市东孝乡人 丈夫身徒红衔东阳人 有一个7岁的儿子 赞助南苑路20号 先与七嫂合开出租汽车 五蔡雅静 女20岁 金华县圆东相认 在远东歌舞厅当服务员 住南苑东一栋三丹园101市 据报案人徐波反映 2月17号晚上21点左右 徐在厨房听到室外有汽车停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便有人在敲他的门 徐住在二丹园301市 他开门以后 见三个3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他家门口 后面还有一个人正往楼上走 其中有一个人朝他室内看了一看说 不是这儿 是楼上 等他们上楼以后 听到敲门开门关门的声音 过了几分钟 听见楼上有来来往往的脚步声 因为楼上常常有类似的声音 所以就没有多加注意 继续看电视 大约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左右 徐看见自家墙内墙上有从四楼留下的红色液体 接着听见四楼有长时间的敲门声 便开门出来 见是两个男青年从四楼下来 这两个人经查 戏不业成娱乐城的工作人员金伟和郑一军 两个男青年下来以后 徐便问他们干什么 他们说四楼的门敲不开 徐便把他们带到了自己家 看从四楼上留下来的红色液体 认为是血水 担心出事了 徐便和他们一起向公安机关报告 案犯作案手段凶惨 即杀人抢劫强奸于一案 一次杀死五人 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 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斯大孝来电要求 金华市公安机关组织强有力的针铺班子 争取早日破案 金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专门听取了案件 侦破的汇报 并在财力物力上为侦破工作提供保障 为了减轻人们的恐惧心理 市委决定对此案只在电视报纸上做简要的新闻报道 尽管如此 五人被杀的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 传遍了雾州大地 给人们的心理投下了不安的阴影 针对这样一起特大凶杀案件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 参战干警各书几件 对案情做了分析研究 指挥部就侦查的方向范围和下一步工作措施做了安排 一关于作案时间 根据法医检验的结果 以及301室徐波所提供的情况 作案时间应该在17号的21点30分到23点之间 整个作案过程一个小时左右 二关于案件性质杀仇杀情杀或黑之黑 引起的杀人的可能性都存在 案发现场位于胡宪秦的住处 现场内翻动面积较大 存在着明显的抢劫痕迹 胡的尸体上存在威胁的痕迹 且胡平时总是以大款自吹 因此大部分同志倾向抢劫杀人 但是被害人杜魏东口袋里 尚有近千元现金没有被抢 根据群众反映 胡经常和别人在房间内赌博 其他们生活作风放荡 不能排除流氓团伙之间的争风吃醋 引起的杀人 或者因奸情引起的杀人 限于发案时间不长 掌握的材料有限 对案件性质暂不作认定 三关于案犯的刻画 案犯人数应为三到四个人 有结果条件 其中一个人认识胡宪秦或到过胡的住处 从现场状况以及被翻动状况看 案犯凶狠残忍是一伙亡命之徒 从作案以后破坏现场 并对被害人进行强奸等行为 说明案犯有违法犯罪的历史 曾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 有流氓劣迹 年纪应该在20到35岁左右未婚 根据上述分析 指挥部决定把侦查范围确定在 金华市区以及永康等有关地区 不知以下工作 一围绕五名被害人广泛开展排查 力求早日发现嫌疑人线索 二对市区黄金加工店当铺进行查控 三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复刊 四对被抢劫的BB机进行控制 五围绕案发现场继续开展现场访问 重点是31栋前后的住户了解案发前后 在现场附近截火逗留 以及往来的人员和车辆情况 六不知全市321积极开展工作 七通过居委会等基层组织 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经过几天紧张有趣的工作 查清了五名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并发现了和五名被害人关系比较密切的181名关系人 五名被害人的具体情况是一胡献琴系永康市唐仙镇人 17岁的时候随伯父徐正安一起到上海做生意 此间被徐监污 1989年胡伙同孔汝铭 徐建华吕六心胡飞等人一起在蓝西搞色情抢劫被判刑三年 1992年出狱以后没有回老家 徐正安以妻女的名义在金华市区买了套房子给胡住 胡在金华以徐爱群的身份和别人交往 所以直到被杀别人均以为胡就是徐爱群 胡献琴在金华无事可做 先去学理发 但是两个月后就没有兴趣了 而后就当起了陪舞女郎 金华市区所有歌舞厅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胡献琴在金华无事可做 先去学了理发 但是两个月以后就没有兴趣了 而后就当起了陪舞女郎 金华市区所有的歌舞厅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陪舞生涯中 接交了一批老板和社会闲散人员 他们常常在跳舞以后到胡的住处去赌博 看黄色录像 有时与流氓鬼混 胡和多人同居过 性关系非常混乱 但又不同于卖淫女 因为胡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很是随便 并不要求对方付钱 有时甚至倒贴 如果对方要给钱 他也不拒绝 所以有些老板时时给他一些钱 徐正安也每个月给他300多元钱 为了引人注目 除了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以外 还以大姐大自居 和别人吹嘘自己很是有钱 父亲是老板 住的房子就是其父亲给买的等等 而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 有时在舞厅跳舞以后 打个电话给胡 他也会前来结账 所以在别人的心目中 胡宪秦的确是有钱的人 去永康查证胡宪秦的专案组查时 胡原先的抢劫同案犯均无作案时间 胡在劳改之前有一个男友叫潘双喜 该人在胡劳改以后和胡交往不多 目前和另外三个人因在杭州抢劫而复案在逃 二蔡雅静系金华县圆东乡 坚岭族村人 94年经人介绍到市区远东歌厅当服务员 在此期间菜就沾上了不良的习气 生活追求享受 作风轻浮和多名男性存在两性关系 2月18号晚上10点同村男青年王震 石油满徐启荣等去凶案现场401室找蔡雅静 被联防员发现经过审查 他们并不知道菜被人杀死 这些人均无作案时间 三金玉琼24岁和东阳人身途洪贤 名义上是夫妻 但并未做结婚登记 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目前和嫂子顾文莲合开出租车 金尽管是有夫之妇 但是作风放荡和多名男性有不正当关系 七嫂顾文莲反应 2月16号上午 金在车上边哭边说 在金华待不下去了 前几天带朋友在吃宵夜时 有人拿出刀来要杀他 性被他人给劝开 进一步调查证实 持刀威胁他的人叫张伟民 男32岁 曾因盗窃判刑三年 1994年8月释放 张贡认自1994年12月结识金以来 先后给金三百多元钱 发现金又与其他男子来往 感到很是气愤 确实打过金也威胁过他 2月17号晚上与别人在天乐歌舞厅 玩至凌晨两点多才回家 因此没有做案时间 四杜卫东 戏市电梯厂停薪留职人员 目前和胡宪秦聘局都先后做过化线 部生意在个体公司帮忙打杂 最后就什么也不做了 在社会上闲逛 并和多名女子以谈恋爱为名 靠这些女人供给为生 是所谓吃女人饭的人 五陈美系金华县 防疫站的停薪留职人员 平时好吃懒做 曾在一个饭店做过帮工 1993年6月份结婚 因女方不满 其生活作风和经济结局 1994年2月离婚 离婚以后 陈便经常出入舞厅 和多名女人存在两性关系 社会关系也十分复杂 因为没有生活来源 陈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别人借钱 但从来不缓 久而久之 凡了解他的人 均不愿意借钱给他 对案件发现人金伟 郑一军调查证实 2月17号上午 胡献秦 蔡牙京 金玉琼 杜伟东 陈伟 郑一军 金伟等7人 在湖的住处吃中午饭以后 一直打牌到晚上吃饭 饭后 金 郑 杜 三个人外出 杜伟东在晚上8点左右 找到金 郑 要他们下班以后再去湖的住处打牌 金正两个人 于是在下班以后晚上11点半 到了湖的住处 发现了5人被害 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根据专案指挥部的要求 江北公安分局调派了三名侦察员 组织36名出租车班组长和联防队员 连续两天两夜 对市区1400多辆三轮车出租车逐量进行了访问 排除可能运载过案犯的车辆7辆 经逐个进行查证均与否定 BB机控制黄金档铺的查证321工作等无重大发现 至此除胡宪秦原来的恋爱对象潘双喜无从调查外 其他较为明显的关系人均查证否定 侦察工作无实质性进展 为尽快突破此案 消除市民的恐慌感 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企业 专案指挥部在研究了前段的工作基础上 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开辟线索来源 一专案组继续深查五名被害人的经济 生活等方面的纠纷 二刑技技真321等专门工作 继续按要求开展工作 3向市区各单位及街道乡镇局委会 发出了关于动员群众积极参与 侦破218特大凶杀案的紧急通报 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破案线索 4召开江南江北公安分局列管单位 200多名保卫干部会议 通报检要案情 要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 采取各种形式动员本单位干部群众 积极为侦破此案提供线索 5召开城区各派出所所长会议 要求各派出所在做好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同时 积极在辖区内开展排查 重点排查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下列人员 一两劳释放人员 二与五名被害人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的人 三是经常夜不归许或者涉足舞厅的人员 四是有结伙进行流氓 盗窃抢劫等犯罪嫌疑的 五经常和不明身份的青年男女交往的 第六点从市公安局各科室抽调出二十余名干警 会同江南分局所属派出所的干警 对江南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地毯式的排查 重点排查外来赞助人员和有流氓劣迹的团伙成员 对排查出来的可疑人员要及时向专案组汇报 以便迅速澄清问题 第七点召开金华市公安局所属十个县公安局 分管刑侦的局长和刑侦大队长会议 通报案情要求各地积极协助 并完成涉及到的线索的查证工作 第八点从有关县公安局抽调了六名侦破经验丰富的干警 对此案进行会诊为侦查工作提出新思路 2月23号上午专案组获悉 劳改释放人员张航亭和陈月忠等三人 于2月18号凌晨两点突然出走 李行前和别人说在金华杀了人 因此张晨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调查 张等人逃往山东老家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指挥部立即派出11名干警 赶赴山东追捕 24号晚上九时许 追捕组到达山东围防 围防市公安局已经于当天下午根据公安部的传真通报 抓获了张晨等人 他们交代了2月14号 就其同伙到金华县让长乡井头村 对村民圣林东大打出手 并用刀对砍了两刀 见圣倒在地上 以为圣已经死亡 事后怕公安机关追查而外出避风的犯罪事实 经过再三比对三人的指纹 终于予以否定 侦查工作再次受挫 但是同志们并不气馁 追击组当天将案犯带回金华以后 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排查工作之中 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 江北分局和金华县局 向其召开科索队长会议 部署围绕侦破218特大凶杀案的春季两大集中行动 强调立足本地认真做好七种对象的排查工作 江南分局专门制定了218特大凶杀案的排查方案 在全面排查的同时 专案组的各项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 沈公安厅和市公安局行政技术人员 对现场痕迹物品进行全面甄别的基础上 一面向全市发出了协助查队指纹档案的通知 一面认真比对工作中所取到的嫌疑人的指纹 并着手查队市局存储的指纹档案 和临时调取的嫌疑对象的指纹档案 到了三月初 以比对嫌疑人指纹400人次 沈公安厅向华东协作区和本省各县市区 发出了副指纹照片的紧急协查通报 计真科根据指挥部的要求 通过控制传呼台发现 并抓获了几名在案发以后 给胡宪秦金玉琼打传呼的人 经过查证均排除作案嫌疑 专案指挥部在二月底将专案力量进行了调整 市局刑侦支队除留一部分同志和江南分局的干警 一同开展重点线索查证以外 抽调了九名同志 组成三个小组 分别附永康市 金华县和江北分局 开展排查及重要线索的查证 至三月上旬 专案组围绕关系人员 共排除可疑对象300人 涉及有关人员1500余人 排除线索500余条 明确查证排除220人排除各类违法犯罪团伙 51个 即成员159人 以查证否定犯罪团伙 39个面上的排查工作也迅速展开 到三月初排查江南辖区常住户口 4500余户 常住人口22000余人 外来人员4000余人 带破了一般案件20余起大案10起 缴获赃款赃物即5万余元 掌握了大量的基础情况 江南江北分局对2月16号17号 驻市区旅馆招待所的全部旅客 进行了登记汇总 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条件 3月11号 指挥部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就案件的性质 侦查方向的问题进行反复的详细研究 省公安厅四处 正处级侦察员孔庆明同志在认真查看现场 反复研究尸体伤痕 掌握了大量的侦查资料的基础上系统的提出了分析意见 一根据案发当天案犯敲错门的情况分析 案犯是针对胡献琴而来的 二从作案过程看案犯进入现场以后 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持刀威逼胡献琴 然后进行抢劫强奸杀人 最后破坏现场逃离现场 理由是第一 胡献琴一个人死于小房间内 且颈部胸部面部有刀底痕迹 第二大房间写字台抽屉内有点状血迹 是犯罪嫌疑人逼迫胡拿出钥匙打开抽屉 翻找财物 然后在强奸杀人后 在某种情况下将抽屉碰回去形成的 第三大床上两位女尸身下有一只金戒指 一条金项链应该是被害人被威迫到床上以后 趁案犯不注意时自己摘下来藏起来的 这是被害人在遇到侵犯以后本能的保全财物的预防动作 第四根据三名女被害人赤身穿毛衣赤裸穿外裤的反常行为分析 案犯是在抢劫以后 微迫被害人脱下衣裤进行强奸 被害人后又在慌乱之中穿上毛衣外裤 在穿衣裤的过程中 案犯对被害人进行捆绑 第五杜卫东没有被绑 应该是在最后进入现场被杀死的 三从案件的性质而言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依据是第一现场物品翻动较大 显然是案犯为寻找财物而为 第二从胡献秦身上有刀逼伤痕 平时胡对性关系比较随便的态度分析 此时案犯要强奸胡献秦是不需要胁迫就能达到的 况且胡的住处本来钱财就不多 在案犯误认为胡是大款的情况下 案犯威逼胡应该是为了钱财 四对案犯的刻画根据现场环境及被害人的状况来综合分析 犯罪分子应该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与胡献秦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 且到过或知道401事的情况 第二具有结果条件 第三有抢劫盗窃流氓等违法犯罪劣迹 受到过打击处理有逃避打击的经验 第四无正当经济收入经常出入舞厅经济结局 第五年龄偏轻 接着与会同志畅所预言发表了对案件的分析意见 使大家对案件的性质认识区间统一作案动机 案犯条件侦查范围等更加明确 最后针破总指挥王小明副局长概括了大家的分析意见 确定案件性质吸财杀 明确提出该案可用两句话来归纳 案犯是为财而来是针对胡献秦而来 因此决定调整调查范围 重点围绕胡献秦开展工作 具体分两步走一根据胡献秦生前经常涉足舞厅的特点 对市区所有舞厅进行了逐一排查 了解胡献秦在舞厅结识的人员以及其案发期间的去向 二审查和胡献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违法犯罪团伙 侦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尚无重大突破 但是参战干警毫不松懈 检定必胜的信心 按照各自分工 日以继夜的奋战在侦破的第一线 市区江南江北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全部行动起来 按照侦破指挥部的部署和专案组的同志一起对辖区内的歌舞厅进行了一一排查 对每个歌舞厅的从业人员 特别是经营者管理者和陪舞女郎逐一调查奏访 了解他们和胡献秦的交往关系 对那些经常出入歌舞厅的有流氓习气的三五成群的 跳舞以后常常有奢障的小青年进行重点查证 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 对市区六十多家歌舞厅全部都清查了一遍 没有重大发现 在侦破工作进入关键的时刻 3月21号 沈公安厅副厅长蔡阳蒙同志亲临金华指挥指导工作 蔡厅长认真听取了专案指挥部领导对案情的介绍和侦破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并实地查看了凶杀现场 对案发以来专案组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认为专案组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为早日突破全案打下了基础 并对案件的性质 侦查方向 侦查措施 以及破案的有利条件等提出了分析意见 要求专案组增强案件必破的信心 通过不断的分析案情达到对案件的正确认识 并不断的调整侦查方向对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要审查到底 同时要注意扩大线索 专案组根据指挥部的安排分成六个小组 对已经发现的和胡宪秦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18个违法犯罪团伙进行审查 力求在查清这些团伙本身的情况以后 再通过他们发现新的线索 争取有所突破 3月24号上午 市局刑侦支队专案组找关系人宋建顺谈话 了解情况 宋建顺是一个抢劫犯罪团伙的成员 1993年刑满释放 1994年在歌舞厅和胡宪秦结市 并多次发生两性关系 在此之前 专案组副指挥江南分局副局长朱志强 在一次案情研究会上 曾经说起过有人反映宋建顺和一个西北人有毒品交易 因此谈话一开始 侦察人员就针对宋已经被我多次找过谈话的特殊心态 开门见山的要宋把和西北人有过毒品关系的事情交代清楚 宋建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吞吞吐吐的说 有个情况以前没有讲 现在讲出来 但是你们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在侦察人员的政策法律教育以后 宋提供 嗯 有一个自称叫做小张的西北人 有吸毒历史 这个小张曾经问宋在金华怎样能搞到毒品 宋曾经和几个小流氓准备敲小张的竹杠 后来被石破而作罢 有一次宋建顺把小张带到胡宪秦的住处去玩 碰到一个开出租车的男人 该男人了解到宋知道小张吸毒以后就把宋叫到旁边 威胁宋建顺不准把这个情况和任何人讲 否则就杀掉他 专案总指挥王小明副局长获悉这一情况以后 敏锐的感到案犯作案如此凶狠 和吸毒者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于是立即指令专案组查清小张 以及开出租车的人的情况 通过下午和晚上的调查 查实开出租车的人姓吴 在某加油站工作 曾经为西北的小张提供过毒品 他本人无作案事件 小张真名叫做何建国 男32岁 甘肃省家喻官市铁路部门工作 妻姐在金华市皮剑厂工作 1993年11月 何建国因为吸毒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15天 1994年3月4月间 与亲妹在金华的姐姐家住过一个月 1994年9月与母亲侄儿再次来到金华住了一个月 1994年11月又与亲母亲来金华赞助 期间认识了宋建顺 还认识了一个吴某是一个地皮流氓 曾经在金华搞到过毒品 何建国在金华水电工程处有一个表哥叫做庄丽萍 庄提供何建国的四个甘肃家喻官朋友 于2月17号上午来找过河 庄将他们五个人安排在本单位招待所住宿 18号离开金华去杭州的表哥陈刚出了 25号上午 沈公安厅四处侦察人员在杭州找到了何建国的表哥 陈刚陈交代何建国于12月19号晚上突然一个人来到陈家晚饭喝酒的时候自称在金华 或同别人杀了五个人抢到了几百块钱不值得在杭州抢劫的时候被公安冲散了并透露了部分作案细节 种种迹象表明何建国及其同伙具备作案条件 具有作案时间和动机实属重大犯罪嫌疑人 为此专案指挥部立即指派江南分局朱志强副局长率领四名干警连夜赶赴杭州 惠同省公安厅四处侦察科刘建勇前往甘肃追捕案犯 追捕组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奔波于3月27号下午到达甘肃省家喻官市当地公安机关全力配合是公安局遥远副局长亲自带队 连夜对何建国及其关系人展开了排查工作 在较短的时间内查获童鸿江陈建明高东生吴永慧四个人于2月13号出发南下去金华找何建国的情况 同时了解到上述人员在2月20号陆续回到甘肃 2月23号何建国用刀子捅伤一人同鸿江1994年6月在戒毒所打死一人是当地公安机关抓捕的逃犯 追捕组在甘肃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配合之下在家喻官市玉门市九泉市分别找到了和同陈等人的家属亲友 经过都方查证他们于2月下旬回到甘肃以后 又去过五华山等地目前可能南下做服装生意何建国在义乌市有两个朋友同鸿江祖籍在浙江省江山市临走前还抄了江山市其祖籍的地址 根据追捕组传递过来的消息专案指挥部迅速调整力量从3月30号起对杭州以乌金华江山等地和建国同鸿江的亲友以及火车站汽车站进行昼夜监控 为早日抓获案犯审公安厅四处李立定处长还指派精干力量 自30号起对乌鲁木齐之上海的列车每日开始从南京上车查击案犯 一个多星期日日夜夜的守候监控查击干警们克服枯燥乏味睡眠不足等困难坚守在岗位上 4月5号和建国同鸿江在杭州一露头就被公安厅四处掌握四处李处长立即派出精兵强将迅速的赶赴和建国可能前往的几处落脚点进行围捕 侦察员们不顾连日守候的疲劳 有的干警来不及带上手枪就前去参战 经过激烈搏斗干警们终于将和建国同鸿江抓获 侦察员立即对和同分别进行了审讯同时取下了他们的指纹经过比对现场血指纹认定同一和建国同鸿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交代了在金华抢劫强奸杀人在杭州抢劫在兰州杀人的犯罪事实 2月17号同鸿江陈建明高东生吴永慧等四人来到金华找到和建国和把他们带到了金华水电工程处的表哥处去住 陈提出去搞点钱 误人一同外出准备去一个包工头家中去抢劫因其不在而作罢 在吃晚饭的时候高东生吴永慧因为喝醉了酒回到招待所就睡觉和同陈三个人继续寻找作案目标和这时想起了胡献秦 知道他的住处常常有人赌博认为胡献秦很有钱于是提议去胡的住处去抢点钱晚上9点30分三个人来到了南院新村东三十一栋40一市敲门进入房间以后 陈建明拿出尖刀逼住了胡献秦何建国同鸿江用力的抵住了陈伟在陈伟反抗的情况下同将陈刺倒在地上 然后用衣服领带连裤袜等捆绑陈伟以及三名女被害人的手脚接着洗劫了三名女被害人的金手势BB机并威胁胡献秦打开写字台抽屉抢劫现金五百余元 何建国用力逼住胡的进步将其逼到小房间要他交出财物在胡献秦哀求以后对胡实施了强奸 为了阻止三名女被害人的叫喊 案犯威逼三个人脱下短裤堵嘴 并又对三人实施了强奸 这时杜卫东敲门进入 陈建明用刀将杜逼到大房间以后 立即对准杜的腰部猛刺了几刀杜随即倒地死亡 随后案犯再次对被害人进行了强奸 之后用电饭包电源线勒镜恶镜无嘴等手段将三女给杀死 陈害怕三人不死 用尖刀割断蔡雅镜的镜部血管气管对胡献秦金玉琼的镜部 雄部猛刺多刀 接着案犯对现场内写字台桌子等进行了擦摸 对大房间内进行泼水等破坏 然后逃离现场 回到水电工程处招待所将高东生吴永慧叫醒 当天晚上乘坐中巴到达了义屋 因为没有身份证就没有找到旅馆住宿 在一个录像室里过了一夜趁火车到达杭州 在杭州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社 物色了几个作案目标准备抢劫均因故未能得逞 后来在一个居民新区准备进入一家住户抢劫 恰巧遇到巡警巡逻至此 五个人便跑开被追散了 何建国一人于19号晚上到了杭州的表哥陈刚住处 在酒后讲了在金华作案的事 陈以为是酒后胡言 何建国同红江还交代 陈建明高东生吴永慧2月11号 在兰州市杀死一对夫妇的犯罪事实 至此218特大凶杀案胜利告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